抗击 我们最后回到 Lawson 这不是Lawson 这是... Natural Lawson 有什么不一样的 他们叫高级 dadural Lawson 因为我们今天发现 我们去的太早了 所以水產市場都還沒有開門 平常是有開,但星期天 星期天就是沒開 要吃什麼呢? 這個人說他要吃Cup Noodle Cup Noodle 然後Cup Noodle可以加這個蛋 一大早就吃Cup Noodle 一大早就吃Cup Noodle 現在哪有12點啊? 現在9點 我以為你要打進去 有沒有Feel? 等一下再看有沒有Feel 要離開的朋友 我們最後用草莓乾杯一下 乾杯 加油喔 到機場跟我說一下 你把我的阿阿喝完了 掰掰 愛 你那個鑰匙機的拿下來 愛你 歐朗咧 歐朗咧 Hello everybody 今天明天開始就是我在東京的solo trip了 因為Ian他明天有工作啦 所以他今天就已經要先飛去工作了 對 他就是一個很忙的人 因為我對東京其實沒有什麼嚴重 所以其實我一開始想說 啊我就去個上野動物園啊 或是東京都美術館這樣 然後我剛剛Ian走之前就跟我說 還是不如你去戴觀山吧 我想說戴觀山有什麼好逛 嗯?好啊 所以我就瞬間把我的目的地 上野公園變到戴觀山 完全是兩個不同的地方 我就是一個這麼P的人 我就覺得今天會是我一個人在東京的小冒險 Wish me luck Woohoo AniYo 給我告訴你 Andyyou 她告訴你 I'll be there in fifteen, baby You know you got me You got me You got me Wish you knew me at nineteen Back then I wasn't talking to anyone I'm a burger I'm a burg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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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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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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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這個背景並不是日本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因為呢我在回家的時候過片了之後才發現 原來我不小心把我就是 基本上最後一天所有拍的Clip 通通都刪掉了 然後我不知道它在哪裡 它就是 消失在這個宇宙裡面 I don't know 所以呢我現在想要簡單來補拍一下 就是我這是在日本藥妝店買的 東西 我今天借用了Charlie的Studio Charlie say hi 嗨 首先第一個呢我買的是這個 TIR TIR 我之前是因為我同事他用了紅色的那一顆 然後 我看他用起來妝感超漂亮 所以我想說好 我先去買一下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他說如果是乾肌的話 他就是推薦銀色的這一顆 所以我就買了 我覺得我 可能需要給他第三次機會 第四次機會 第一次跟第二次用的時候 我覺得他 還蠻浮的耶 就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在我同事的臉上會 就是這麼的服貼 妝感這麼好 他是那種 就是你知道你上上去的時候 臉會有一層東西 但是 他又不是屬於橫貼的那種 他感覺是在你的皮膚上面這樣子一層 就是浮浮的 我不知道 帶有沒有 能夠想像這些這個畫面 不過我自己看到他目前在網路上面的評價都 還是蠻好的 尤其是紅色的那一顆 所以我之後應該還是會想要去買紅色的那一顆看看 可能就是銀色這一顆比較不適合我吧 對 給大家看一下 他其實基本上跟我的膚色是 差不多的 所以你看不出來有什麼色差 對 可是像在臉上是會有感覺的 他不是那種就是 哇 Second Skin那種感覺不是 然後再來呢 是兩個 Canmake的東西 然後我一開始呢 其實我就是在藥妝店 我只有兩樣想買的 一個就是這個分地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這個Canmake的 他的 淚勾盤 然後呢我之前是在滑REALS的時候 我滑到 真的超級多人都在說 這個是遮淚勾的神器 然後我不能說 我有很深的淚勾 但是的確是有一些 這種小陰影是遮不太到的 我一開始是看到那個誰 在Ester嗎 他派了一個REALS 然後就瞬間 他那個陰影跟那個勾就不見了 然後我覺得 OMO 這個是 是真的嗎 對 然後因為陸陸續續 也有看到其他人在分享這一盤 然後台灣的去城市又完全的缺貨 所以我都想說我去日本就一定要買它 對了 這個顏色 好像又遮得還不錯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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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不是我使用方法有點錯誤 所以我還沒有 就是Fully get到它有多好用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還是可以玩買看啊 因為其實也不貴 然後我覺得它畫下面那個握殘繪 畫的是蠻好看的 然後最後一個呢 是我在Canmake就直接也抓了一盤的 一盤 一盤眼影 然後我今天眼睛 是嗎 我今天眼睛是嗎 我今天眼睛也是 用了這一盤 我用了 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跟這個顏色 這兩個 因為我的舒適 所以這支影片 大家可能看的會有點choppy I am very salty 我下次也會確保 我所有的檔案都上傳了 我才刪東西 我到現在還是很懊惱各位 簡單的幫這次的 日本之旅做一個 小小的conclusion好了 我想說其實我之前對於日本 就一直都沒有 很大的興趣 應該這樣說 就我對日本對我來說 沒有像韓國那麼大的吸引力 我之前有一段時間很常跑日本 是因為一眼在那邊工作 所以我就是 每隔一兩個月兩三個月 我就會買機票去 文化語言 好像都沒有什麼很直接的關係 就是單純是一個 vibe的感覺 我好像 日本跟韓國比起來 我會更想要去韓國 但是我這次在東京 等於是就是 half solo trip嘛 然後我覺得有 開始發現到一些 日本讓我覺得很可愛的地方 然後我也開始有點了解 為什麼大家會這麼喜歡來日本 對 因為最近事情真的比較多 然後呢 日本又不是我真的 那個當下第一首選想要去的地方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壓力有點大 想說 啊 開始我可以不要去 我想留在家裡 就是放空這樣子 但是我這次 剛好有大概一天半的時間 是算是solo trip啦 然後我覺得 我有點意外 就是我有很享受後面的 就是我有很享受 自己一個人在日本的感覺 然後這個是我覺得這次 給我自己一個 蠻大的收穫 跟一個 最後的 提醒 然後把自己放到零 然後 不帶任何偏見 不帶任何 就是想法 stereotype的 去體驗一個地方 去體驗那個當下 然後你可能 會比你想像中更享受 那個moment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對 現在旁邊有一個人 然後我再講一些很cringe的話 你有在聽嗎 有啊 你有在聽嗎 剛好害羞喔 開始有點害羞了 那就先這樣子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